6月25日TVB小生马俊伟相隔10年再发专辑 不老女神周慧敏特意前来站台 周慧敏吊带群出场大方秀好身材 见到女神粉丝马俊伟激动得直发动 不但送上水晶猫鲜花或女神握手奖励 还送上表白版大方表白 不知道是太过激动 还是因为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白女神 马俊伟显得有一点小尴尬 不过接受访问时 马俊伟澄清不是尴尬 反而惹来众人哄笑 我不是怕走 我现在有点手疹 这个我刚才写的 你真的好甜 多谢 最爱周慧敏 其实那个不是尴尬 那个就是粉丝看到偶像的反应 那是正常的 作为维远周慧敏忠实歌迷 马俊伟圈外女友徐慧玲的英文名也叫维远 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了 这个不说了 日前陈法拉被周刊爆出与男友薛世衡恋恋情告急 更独自前往美国进修 身为多年好友的马俊伟表示 未过问过感情是不太了解 法拉也是率是我一个很好的妹妹 我不会过问 我也平常也不会跟她提到这个 她没有告诉我什么 我也没有问 你最近的情况 我不知道 反正工作上一切顺利都好 感情上面的是我从来不过问 你作家林彦妮也特别到场 早上传出著名动作导演刘家良试试 林彦妮表示虽微有过合作 但私底下也有焦急 为她的离去感到十分惋惜 我只想不到一个舞蹈的人 怎么会走呢 我觉得她至少应该多活20年 太早 走得太早了 我们�전上 疫情 感谢观看